万物街掌 省前市王道 日本人气牛排来台 采客制化的称重方式 想吃多少就切多少 连锁烧肉则是猜中重量的话 那就免费吃后切和牛的活动 好玩又美味 不过有民众控诉 在新州有一家牛排馆 同样是称重计价 没想到切了一块钱 要价四千元实在有点吓人 均匀的油花 比脸还要大的澳洲M8和牛 白米浴烤带点焦香的浓郁肉香 大大满足外 想大口吃肉 荷包更不用心疼 现切的和牛先捧在手心 体感秤一秤 猜到接近重量 直接免费吃 联手烧肉店干杯 大碗牛排猜猜看 替聚餐增添不少乐趣 三分熟度牛肉 在冒着热烟的铁板上 逐渐变色 抹开融化的奶油 更能提升肉的鲜甜味 日本知名牛排馆 Ikinati Steak来台开店 不只主打 实时熟成最大特色 种类重量自个认均选择 小资竹也能轻松享受 想吃奢华点 新竹的The BBQ House 也走以客计价 现选现切 再经火烤 呈现美食经典滋味 不过日前却有顾客表示 路过进到店里 请师傅切了一块和牛 结果一秤 要加4000块台币 天文数字 让他当场吓傻 4000块啊 他很奢侈 我没办法 应该没有办法接收 应该300到800吧 牛排高档 低价位自由选 用餐方式 越来越多元 就看消费者是否买单 记得周伟者黄胜泉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选战 淡赞 订阅 转发 选战 赞 订阅 转发 选战